朋友们好,我是瘦了42斤的天心妈 我是减尿大多难的天心吧 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内脏脂肪操标 就像我老公原来那样,肚子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我的减肥食谱是专攻内脏脂肪的 给大家看看我老公原来的肚子有多大 他现在的肚子,别别的了 而且人家减肥成功也将近快一年了 并没有出现反弹的情况 每天观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人家每天是胡吃的海盒 肚肉长在哪里危害是最大的呢 当然是长在我们的内脏啊 危害是最大的 大多数的毛病都是因为内脏脂肪操标 有肚子大内脏脂肪厚的朋友 在评论区报上你们的身高体重 我呢有一个免费的食谱送给你 收到食谱以后呢 你就在我的评论区跟我减肥打卡 我的视频每天都有减脂三餐的发布啊 每天都有 大家跟着视频吃 就可以剪掉你们的大肚腩 内脏脂肪 来吧 上我们今天的三餐打卡 这些年峰里与你奔波 无论多累都不曾退缩 只要能有更好的生活 付出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朋友们早餐好 早餐呢我们只要是做到有主食 有固体蛋白 鸡蛋糕呢是两个人的份 我跟老公两个人吃 液体蛋白 帅色纤维 还有脂肪 就是合格的煎脂早餐 我们午餐见朋友们 朋友们中午好 开始做午餐了 锅里喷油 蒜片爆香 巴拉巴拉 下入200克的油菜 放点蚝油 白胡椒调味 巴拉巴拉 出锅啊 给朋友们看看我们的午餐 一个大鸡腿 厚切的土式 炒油菜 有主食 有蛋白质 有膳色纤维 看看老公的啊 二米饭 真好吃 酱茄子 还有油菜 朋友们中午好 大鸡腿 大鱼就是不一样啊 充满了期待 太香了 最香的部位得给我老公 这咱们管理体重不能吃皮的 看 来 快吃吧 干啥呀 做喜呢 等菜 等菜呢 领导分 玩的 这笨鸡的鸡皮 来 先吃肉啊 尝不 不得 吃大鸡腿 你说对了 这种不能溜 一溜都不好吃了 我今天我三个菜 你就说你八个菜得了呗 还剩一块肉 太肥了吧 你也也也呀 嗯 还奔起鸡腿好 那腰腿有味 这哪个剪的 这准备拉盘的 嗯 打着剪的山的名誉 不吃其实是要看这样 真的啊 边吃边陶瑞 好吃极了 真是简单的 就是做到有主食 有蛋白质 有蛋白质 再加维生素 就很合格 而且吃的这么好 有人说我打着剪肥的名誉 胡思海合 嗯 这么多就打减肥的名誉 这有人不太高兴 看你呀 这啥不好吃呢 香的给你 我不想你买菜就不错了 最后就想我买菜了 我也没咬 弄得我油 是我都不想吃了 就挂上自己顿 我给朋友们分享的 都是最调畅的三餐师傅 你们就跟着我吃就行了 都是一些家常饭菜 哪有什么特殊的呀 看看朋友们 这笨鸡好香啊 朋友们我再来一口酱鸡的 我做就做不了这个味道 因为他做的那么多做的 你知道为啥吗 做酱鸡的 必须得放蒜 你什么都不放会能好吃吗 我今天还没给你放香 再放辣椒呢 更好吃 大鸡腿 某人吃不着 闻闻闻 这又盛饭去的 一来一碗 朋友们看看我老公 到底能吃鸡一碗米饭 你咋那么没出去 吃那么多饭干嘛 其他人能不吃老饭呢 也对 饭都不吃了 你还咋意思呢 朋友们看看啊 就笨鸡的这个 油 都是焦黄焦黄的 骨头不一样 三斤 我没咬 我没咬 我们别个手拿了 你就咬就得了 你还是拿吧 背虾了要不 真好吃 吃个银啃过的 像狗羊 吃个银啃个东西 不吃饼呢 人家领导 你又巴结嘴了 没有 真巴结嘴了 不是 我都这么吃呢 巴结嘴 朋友们看到这里 一定给天心妈个关注啊 看我们是吃家常饭菜 瘦学之后 有吃减脂残的 有忽吃海塞的 你们上哪找这样的频道呀 我希望我所有的粉丝朋友 减肥充公之后 都像我老公这样啊 胡吃海塞 想吃啥吃啥 恢复到原来的生活习惯 多好呀 这是所有减肥人的梦想 晚餐呢 就简单对付一口 剩鱼果 一个小脆皮肠 明天见朋友们